《針言》第十五章 溫柔的回答平息怒火 粗暴的言語引發怒氣 智慧人的舌使知識吸引人 愚昧人的口卻吐出愚昧話 每個地方上主都拆看 壞人好人他都監察 溫和的話是生命樹 欺詐的舌摧毀心靈 愚昧人藐視父母的管教 智慧人卻從分界中學習 異人的家中存放真寶 惡人讚取的卻大來災禍 智慧人的嘴發出忠谷 愚昧人的心發不出良言 上主真惡惡人的祭物 卻喜歡正直人的討告 上主真惡惡人的道路 卻喜愛追求公義的人 離棄正路的必受嚴情 真惡訓戒的必定死亡 死亡和毀滅 尚且不能向上主隱藏什麼 何況世人的心思呢 好幾笑的人厭惡分界 所以他們遠離智慧人 心中喜樂 面帶笑容 心裡憂傷 精神頹喪 智慧人學求知識 愚昧人吞吃垃圾 人沮喪仇苦 每日都舉報為奸 人心中歡樂 尚享生命的盛宴 敬為上主而身無常密 勝過財富豐厚卻心中煩亂 吃素菜而彼此相愛 勝過吃肉卻彼此憎恨 脾氣暴躁的人引起爭鬥 心平氣和的人平息衝突 懶惰的人驚激滿途 正直的人路途通達 明理的孩子使父親歡喜 愚蠢的孩子卻藐視母親 無知的人以愚昧為樂 明理的人按正道而行 缺乏忠谷計劃失敗 謀事眾多事必成功 應對得體人人歡喜 合時的良言何等美好 生命之路引導智慧人向上 他們便遠離墳墓 上主拆毀傲慢人的家 保護寡婦的產業 上主增毀情惡的計謀 卻喜歡純潔的言語 貪婪為全家帶來災難 增毀賄賂的卻得已存活 異人的心謹慎言辭 惡人的口湧出惡言 上主遠離惡人 聆聽異人的禍告 笑臉使人心中快樂 喜訊令人身心安慌 你若聽取有益的批評 別濟慎智慧人的行列 拒絕管教只會害了你自己 聽取訓戒能使你增長見識 敬畏上主便獲得智慧 先要謙卑才得尊榮 ор明 小二 10 10 20 感谢观看